上广州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了 不知道他管不管用 对不起 我没有见到太太的职责 益军他怎么样了 我劝了他一会儿好多了 他已经答应我不离开我们了 除了我他没有其他情人 要走能去哪呢 这是他的家 如果真要走一个的话 也不该是他 子依 我不许你胡思乱想 益军 有事吗 我想做早饭 又不知道你们醒了没有 早饭已经做好了 等你表哥醒来咱们一起吃 你做的早餐 未必和我表哥的口味 信不信 益军 益军 求求求你别闹了 我和益婢已经是夫妻了 你这样做何苦呢 夫妻又怎么样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 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太善 太重感情 为了得到你 他可以不惜一切 甚至从教堂逃走 教堂逃走 现在他得到你了 我就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为了弥补对我的伤害 他也可以不惜一切 你别得意子异 看看最后离开这个家的 到底是谁 你这些话 为什么不当面对你表哥说 我敢吗 我不敢 我只敢告诉你 不过 我倒希望你告诉表哥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相信的 反倒以为你在中伤我 陷害我 容不下我 那样表哥就会更同情我的 你倒是能抓住我和英琪的弱点 好吧 立军 我惹不起 但我躲得起 我要英琪 从这里搬出去 他不会走的 要搬出去的 只能是你自己 好 我让他现在就搬 早上好 怎么了 没什么 昨晚睡得好吗 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一开始听着挺烦的 后来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来 我帮你打吧 不是我来吧 对 让雷军教你吧 不用了 我慢用 我爹 找 cabin